妙娃城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妙娃城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繼續進行call combat教學 那我們這次來到偏遠地區的森林 大家可以看到這整個畫面 就是非常的綠意讓然 那我們就從森林的第一關 森林保衛這樣開始吧 在關進去之前要記得提醒大家 要帶一個建築鐵錘 不管是哪一種錘子 因為它需要我們去建造柵欄和火焰陷阱 那麼你只要裝上之後就可以進入光卡 這關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村民必須活 它說移動你的滑鼠游標停在一個位置 就可以找到XY的坐標 那麼這邊我妙娃城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就像是這樣子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X點的坐標 你只要把你的滑鼠移到這裡 就可以看到這裡是452 然後我們依照它的要求應該是要不斷的 往上往下往上往下去建造柵欄 那麼我們這邊可以寫一個Wiretrip 就是無雄迴圈 然後接著建造柵欄 它這邊題目說的沒有很清楚 那我們可能也需要自己探索 因為它也沒告訴我們要建造一般的Fans 還是火焰陷 那麼我們就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452 那其實這樣如果是一般的柵欄的話 那其實應該可以不用用 Wiretrip就是寫兩次就好 那麼這邊就把它拿掉 然後接著再一次Build XY 然後提醒大家Build XY這個方法 它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放你要建造的東西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它Types 呃這邊 有應該有Fans 然後它會有另外一個是火焰陷阱 叫Firetrap 我們之後有遇到的話 再跟大家多做解釋 那麼我們先把這一關完成 下面也是40 20 那第二個參數就是X座標 第三個參數是Y座標 我們運行看看 那麼建造柵欄就可以抵擋石魔入侵了 那麼這應該就是這一關的意思 那我們就交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掰掰 掰掰